今天这个课程其实是我们日常作业教育训练里面的其中之一 我们3月27号办过股东资料 那如果说你来不及参与没关系 我们之后还会再开 那今天的话是股权资料 那之后5月8号我们会开股权资料 所以说如果股权资料这个课还可以报名 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 麻烦大家也是留意一下就是报名的资讯 这样子OK好 那因为还有一些新朋友 所以说我还是照例介绍一下公司 那我们原用资讯成立于2004年 其实是一个还蛮资深的公司 它并不是新创 那原始的团队其实更早 我们是一个印制股票的印刷厂 那请来防伪科技其实是我们的公司 那时候印完股票之后 我就会交给客户一张磁碟片 其实那时候是Dose时期 交给客户一张磁碟片 然后就把印股票的一些资料 放在磁碟片里面 然后客户方面管理 所以那个时期我们就知道说 系统化管理股票的资料 其实是可以给客户带来管理上的价值 所以说这个系统其实经历过两次的数位转型 从Dose到Windows是一次 那Windows再到SaaS 那现在客户就是各位在使用的 几乎就是我们的SaaS的原装服务系统 那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 我们数位转型推出的 那其实为什么要托一SaaS系统 其实就是我们减少我们运气的违运成本 然后呢降低资料遗失的风险 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系统 其实不管是我们Windows也好 或SaaS的版本也好 我们都是以公司法跟公开发行公司 股务处理准则来设计的 所以说呢 其实如果说公司要公开发行 也还是可以用 所以说我们欢迎就是说 大家如果说走到公开发行了 没关系不用那么急的交补带 如果说你要上市柜之前 不用那么急的交补带 还是可以继续用你的股务系统做自办 然后呢 那我们针对的就是一个未上市柜的公司 那为什么针对未上市柜的公司 因为上市柜公司 它是股务是强制补带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机会 因为母公司做股票印刷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做股票印刷 那股东会的季节快要到了 如果说贵公司有一些股 股东会的一些文件要做印刷 也欢迎来找我们掐取 包括什么开会通知书 意识录 选举表决票 这些 然后呢 之后意识手册 这些 那我们都有在提供印刷服务 但是呢 我们鼓励大家用医化 就是减少值本 其实昨天是世界地球日 其实地球不能再难化了 这样子 那我们减少 我们鼓励大家用你的系统来做到尽可能的医化 这样子 那股务法规跟实务作业的咨询 麻烦大家加入我们的LINE 可以做一对一的一个咨询 那股东会期间也到了 那如果说贵公司真的不会开股东会 欢迎来找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帮个公司开股东会 这样子 那另外有一些股权规划 欢迎找我们做咨询 那线上课程跟企业包班 其实这个还有实体讲座 这个是我们经常在做 在开例的 好 那接下去的话 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师 王浩千 那他是我原用资讯的副总 其实他有超过20年的股物 股物处理经验 那其实刚刚你们看到DOS转Windows 其实就是他开发 他原本是工程师 那后来就转型成为 股物作业的讲师 那时间我们今天就交给了一次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股票 股票的管理 这日常作业就是平时在管理 股东股票股权 这我们一直在谈的 就是说其实股物就在管理 这三个资料的正确 那上一次 我们已经谈过了股东资料的整理 包括说股东的基本资料的建立 那股东资料的一些基本的异动 还有一些特殊身份的股东 比如说内部人 关系人 这些相关的管理 那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股票 70%以上的公司在设立公司之后 会有股票 股票有股票的号码 股票的股数 股票的目前持有人 我们把股票记录清楚 记录每一张股票的来龙去卖 那么我们的股权就会清楚 我们的股权就会清楚 当我们把股权都弄清楚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 就可以做一些股物相关的一些 作业 比如说特殊的时间点 像现在 六月底前很多公司准备要开股东会了 那这些相关的记录 资料股权 那又包括说做申报 五月底的时候 五月要到了 那五月底之前 我们公司呢 要做盈利事业所得税解算申报 包括有两张会跟我们的股物有关系 投资人明细及分配盈利表 还有股东股份转让通报表 这两张资料 那这两张资料的内容 也是我们在平时 我们在日常作业 管理好我们的股东股票股权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申报的时候 资料就会很轻易的就可以产生出来 那这个部分我也有教育训练 因为像今年的国税局的软体 四月十五号 四月十五号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已经测试过了 测试过了 那他今年的申报的格式跟去年一样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我也会做一个教育训练说 我们的系统怎么产生资料 资料的来源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用国税局的系统 国税局让我们下载的那个系统 可以做资料的检核 可以做帮我们转换格式 然后甚至也可以帮我们 印出报表出来 像这个 那这个我会另外有教育训练 那各位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就麻烦 加入我们公司的LINE 叫我们公司的LINE 那在LINE上面我们就会有一些通知 好OK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谈股票 那谈股票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每一间公司 我们公司在印股票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 因为像我在最近在整理客户的资料 因为有一个客户他们公司成立的时间比较久 民国92年他们开始印股票 第一次印股票 但是其实公司成立的时间更早 然后他们第一次印股票 然后到后面到现在到民国112年都还在印股票 那其实我们在整理他的历史资料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的就是说还蛮辛苦的 我第一次碰到这么辛苦的一个整理的这个过程 花了我快一个月的时间 那种历史资料的整理 那首先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在资料处理的时候的习惯不一样 有时候你认为说这样子记录就够了 这样就很清楚了 可是有当需要某些比较特殊的时间点 要做作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有些资料的那个完整度 其实是不够的 包括说你那个管理的方式记录的方式这些的 那所以我们才会开这种日常作业的这些教育训练 把这个股东资料应该怎么记录 然后股票资料应该怎么记录 股权异动的这个资料应该怎么记录 把协助各位你把它做成标准化 不一定用系统 我们公司是开发系统没有错 今天我也会谈一些我们关于系统的操作这个部分 但是我的这个教育训练主要的目的 不是要谈说一定要用我们系统来做 其实是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用 你自己可以做记录 可是在记录的过程中间 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 什么样是一个基本的概念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今天来谈谈股票的话 这些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经常见的股票 股票的正面股票的背面 这是我们常看到的股票的格式 这个格式规定在那个公开发行公司股物处理准则里面 他规定说所有的公开发行公司 他们要印制的股票一定要长这样 包括尺寸长度宽度格式这个花边 这个这个花边然后上面上面的文字啊 这些这些都是有标准规范的 标准规范的那以我们的股份有限公司来分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未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那这时候你可以公开发行之后 有公司就准备做新贵上贵上市 所以呢所有的新贵上贵上市 他们全部都是公开发行公司 那现在这个格式呢 是规定在公开发行公司股物处理准则里面 所以理论上如果贵公司不是公开发行公司 你的股票可以不长这样 可以不长这样 可是呢这样子会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股票呢 说穿的就是一张纸 他必须经过签证 在背后股票的后面必须盖过张 由银行的信托部盖张 这张才会叫做所谓的有价证券 这才是叫做有价证券 那所以呢这个背后签证 你要让银行信托部帮你做这个签证的话 如果你的股票涨得不像这样的话 有的银行可能他们在签股票的时候 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或者是相关的规范会多一点 要求会多一点 OK 好 那这是股票的正面跟背面 再来一个就是股票的号码 股票上面的这些标注的文字 那有些地方呢各位说明 比如说我现在demo的这张 他这个上面写一个 这张股票号码叫做 2380 年度印制股票的年度 发行股票的年度 股别 普通股或特别股 股别是普通股或特别股 股数 股票号码 股数 跟检查码 好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张 叫做2380 这是公司代号 但其实现在 所有的股票都 这是在很早之前 的股票的定义是这样 但其实现在没有看过有股票 这样子去印制的了 就是不会把公司 编号把它印上去了 因为毕竟公司编号是吗 你怎么想 台湾所有的公司 不会只有001到9999吧 不够吧 对不对 好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不会印这个 再来呢 就是发行的年度这个就有了 90年 113年 哪一个年度 N 就是股别 普通股或特别股 这是英文字母 Normal跟Special 普通跟特别 的第1个字 所以呢是普通股或特别股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S的股票 就表示这是特别股 特别股表示呢 在公司的章程里面 因为一般的普通股 就是像你我一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统治了一家公司 公司资本额呢 是500万 那他找了50个股东 一个人出10万块钱 对不对 一个人出10万块钱 那如果我们的公司的章程上面 说我们公司 就是500万 总发行股数呢 资本总额就是500万元 然后呢就50万股 50万股 找了50个人 一个人认1万股 那就是50万股 一股10块钱 的话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这些人大家的权益 就是你有多少股 那么你的权益就一样 比如说 我有一万股 你有一万股 我们就一模一样 配股力的时候的权益一样 股东会表决选举的时候 我们的权益是一样的 那如果有一个股东他是2万股 我是1万股 就代表说 配股力的时候他会我的两倍 我发1000元他可以发2000元 投票的时候 我投赞成1万 他投赞成2万 OK那是普通股 那如果特别股的话 我们公司 发行所谓的特别股 那么特别股有可能他的 那个相关在公司的这个 权利 义务就可能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他可能他配股力的时候 就不一定是一股配一块 或者是说在投票的时候 股东会的投票里面 很可能他就不是 一拳一股一拳会不一样 那这些都会写在公司的章程里面 就我们的特别股 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就写在公司章程里面 那么他们印出来的股票 就叫做S 那最后再下来这个 是面额 股票的面额 面额呢 他的算法是这样 这个各 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ND的股票 就表示说他是 1000股的特别股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 SF好了 那就代表说他是 10万股的特别股 我刚才是1000股的普通股 对不起 但是1000股的普通股 现在是 10万股的特别股 就看到 你看到这个ABCDEF就知道了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 B的股票就表示这一张是10股 那还有两种就是不定额 可能是小于1000股的不定额 或者是大于1000股的不定额 他就会用X跟Y 表示说这张股票的股数不固定 不固定 这张可能 这张可能350股 可是另外一张NX的 可能16股 再有一张可能888股 并不是固定说这种股票 就是多少股 不是 是每一张都不一样 每一张NX可能都不一样 或者NY 这个部分这个股票号码的 股票号码的面额的部分 再来一个呢是股票号码 号码可能有6码或7码的流水码 这里 000000的这个 因为这张股票是样张 所以他的股票号码都是0 如果他是一个正式的股票的话 他号码就会有 就会流水 流水号了 1234567 然后00284028412842那么多张 OK 那是股票号码 有流水码 那看到这些呢 还有一个就是检查码 检查码基本上带公式 他是一个公式的 根据前面的这些90ND 流水的时候他有一个公式可以带进来 然后产生一个检查码 检查码的目的只是为了当初在 因为以前没有电脑系统那么方便 所以有时候一些人工操作可能要手操 可能用人工登打 记录 那怕弄错 怕写错 这时候多一个检查码 表示说如果你前面的号码都对 检查码有错 表示这个号码是有问题的 这个号码是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很多大部分的 股票 记录都用电脑系统在做整理 所以其实有的公司的股票 他们就不印检查码 因为检查码 并没有代表任何的意义 那有时候检查码显示在 这个股票号码上面还比较容易让人家误解 比较我给你 我给你10张股票 那我的股票号码是90nd 001231 到1231 之后后面还有一个检查码 可能假设这是6好了 然后到0001240 那又一个检查码 那有时候不注意的时候你把那个检查码放进来 10张 可是你这个前面的号码减后面的号码 这不是10张 因为你把检查码拿进去计算了 所以检查码要拿掉 检查码是要拿掉 那所以有时候这个会误解 所以不一定有时候 又会有检查码 这个部分 那有的公司会在股票上面印条码 这个条码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用电脑输入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要人工程打 你用刷的就好了 包括Reader 装到你的 电脑上面去 一刷这个股票号码就帮你打出来 这是为了方便输入的时候用的 条码 再来一个花色 这是这个花边 这个形状 如果根据公开发行公司 股务处理准则里面规定的是 所有公开发行以上的公司 他们的股票 花边 都要不一样 也就是你今天 我们公司要发行股票 然后我们公司是公开发行公司的 我们要发行股票的时候 我们公司做的花边不能够跟别的 公开发行公司的股票涨一样 这个花边涨一样 可是 你不会知道别的公司的股票 花边涨什么样子 对不对 全台湾也没有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单位 可以知道所有的股票涨什么样子 没有 因为签证银行 我们说这股票不是会送签证吗 对呀 那你给 今天我们给台湾银行签证 给华南银行签证 给那个 合库签证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他签证哪些公司 他不会跟别人讲 他不会让别人知道 所以 所有的花边 理论上 法务法令的规定上是不可以一样 可是实际上面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一样 基本上面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台湾印制股票的公司有那么多间 对不对 印制股票公司有那么多 那 比如说 我们 袁佑也有在印股票 我们的母公司 秦雷也有在印股票 或者是别的公司有在印股票 那我们公司印的股票 当然我们的花边我们就会管制 就会注意这个已经给A公司用 就 这个 这个花边就不能够给B公司用 对不对 我们会管制 可是别的公司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对不对 那他们的花边是怎么管理的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理论上是这样 公开发行上的公司如果印的股票的话 花边 是跟所有的公开发行公司都不一样 OK那如果你是贵公开发行公司 你的花边就可以跟别人一样 那这东西有什么差别 印制费用的差别 各位知道 印刷本来就是在看 印刷的费用 印刷多少钱 他基本上就看第一个 就是你的数量的问题 你印一张 一个表格 可能一张要100块 一张要100块 那你如果印100张 很可能攤下来的话 很可能一张 只要20块 那你如果印1万张 很可能一张 只要3块 或者是0.5元 不一定跟你的张数有关 关系 那今天如果说贵公司用的这种 花边是叫做公用的花边 叫我们公司印的这种 公用的花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公司一次印会印很多 这上面公司的名称 这里是空白的 我们可以用打 用电脑打字 什么的 那这样每个每单张的平 成本就会降低 那如果说王先生我要一个 专用的花边 一样 比如说专用花边 你要印500张 跟人家用公用的花边印500张 你的单价当然就会比较高 因为你的花边是特别的 所以这个会有这个差别 所以为公开发行公司很多公司 他们印的就是 就是公用的花边 他们这个花边会跟别的公司涨一样 格式一样 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是公开发行 你没有不受公开发行公司 国务处理准的那样子的规范 但是将来你如果要公开发行的时候 你就要把所有 公用的花边的这些旧股票都收回来 换成你们公司自己的专用花边股票 要做全面换票 要做换票的动作 把这个股票号码换过来 这是我们在做股票管理的时候 要去注意的问题 这是 成本的评估 因为有的有时候客户就会问说 我们要印股票啊 然后要印几张啊 然后价格是怎么样啊 其实有时候没办法马上报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跟你的张数有关系啊 你有多少张 对不对 然后跟你的那个面额有关系啊 因为每一个面额不同的面额 在跑的时候 跑资料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 而且根据股物处理准则里面 连颜色都是 在不同的面额的股票 它的颜色都不一样的 你看到的是 淡红色是千股的 那如果你看到是 浅绿色的是不定额的 对吧 那如果看到棕色的 就是类似咖啡色的那种 是百万股 那种不同的面额在印刷上面就代表 不同的颜色 多一个颜色多一个费用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客户问说 我们公司要印股票 大概费用是多少 一开始没办法说 得要先了解贵公司的需求 专用花边 公用花边 然后你要印几种面额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的股东股数很多 他们可能要用到 10万股 甚至用到百万股 那有的公司股东呢 他就是不定额 那么可能要印一种面额 或两种面额 三种面额 那不同的面额 张数又通通不一样 所以这个 报起来会有点 差别 所以通常客户跟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通常跟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再 询问一些更详细的 才能够做一个 比较 比较详尽的 告诉你说印字股票的 备用大概是多少 再来一个 如果规格不符的话 就是说 不是公开 本来是非公开发行公司 你印的格式跟那个 刚才看到这个标准 这个不一样的话 那么你要在公开发行 之后 要把它收回来 然后印新的股票 要把它换过来 再来一个 我们在印股票的时候 各位你可以看到 上面会有设立日期 变更日期 发行日期 签证日期 这个 公司设立是什么时间 这是公司成立的时间 如果公司是 有限公司 一开始的时候 有限公司不用印股票 可是呢 你就后来变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 这个的时间呢 也是有限公司 公司这个 这个桶边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个桶边最早 设立的时间 他可能本来是有限公司 后来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呢 还是在有限公司那个阶段 就公司一开始设立的时候 的时间 然后最近变更 最近做一些变更 比如说 资本额变动 增资 减资 或者是面额改变 本来一股10块 变成一股 100块 或者是公司改名字 整个桶边面 公司改名字 什么 这些重大的变更 这个就是最近变更的日期 然后再来公司总发行股数 这个所以这里有两个日期了 还有一个 这个 发行日期 这里 背后 签证银行这边盖章 他这里其实也会有一个签证的日期 也会压一个签证的日期 这张股票是什么时候签证的 那我们依照发生的顺序来看 就是我们公司一开始 比如说我们公司资本额 本来是 1000万 本来是600万 现在变成1000万 那你不是增资400万 那这时候印的股票 所以呢这个日期 公司设立日期最早的 而且每张股 每次股票都一样 设立日期 可是这个最后变更 这个变更日期就是 变更登记 主管机关OK的那个日期上面 所以这个呢就是 最在这一次增资里面最早的那个 设立变更登记OK了 主管机关盖章了 在变更登记事项表上面 那个日期 然后印好了这些股票之后 你要先去做签证嘛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签证日期 这个是第2后面的时间 签证哪一天签证 他签下去了 这张股票就变成所谓的有价证券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是不是发回来给公司 公司在给股东 股东拿到这个股票 然后他就可以开始 正式转让买卖 所以通常这个日期 最后面的日期 就是这张正式已经成为正式的股票 在股东那边了 他已经可以异动 那通常会有一个发行日期 那我们在印股票的时候 我们就很care这些时间点 包括我们要看主管机关的相关的文 相关的变更登记事项卡 核准函相关的文件 然后呢包括我们会跟签证银行讨论 这个他在什么时候签证 我们签证银行帮他印刷 我们印的时候帮他印上去 这样他就不用盖章 比较麻烦 不要那么辛苦 我们就帮他印上去 那这个日期要压什么时间 那什么时候他大概可以签好 那我们这个发行日期压什么时间 比较好 这些都会先跟签证银行商量好 就在 印刷的公司来说 协助公司 印股票的话 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要协助贵公司 一次把这个股票印制 把它做完 那再来一个 股票上面的日期 备用股票跟样张股票 这个叫备用股票跟样张股票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们其实 以贵公司 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贵公司本来资本额六百万 现在增资四百万变成一千万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印了 要印四百万的股票 四百万的股票 那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当我们交货给 给贵公司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给你 这次增资的总共四百万的股票 四十万股 四百万股 因为这个是叫做正式股票 这些股票就上面有 付号付名股数 的资料 对不对 给股东 给你 那你呢 要发给股东 这是正式的股票 可是除了这个股票之外 还会有两个 一个叫做样张 就是我们在现在 画面上看到这个 他长得跟我们贵公司 这次增资的股票 一模一样 上面的文字也都一模一样 只有股票号码是0000 这个叫 而且会盖两个字样张 就是他是一个sample 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 签证银行要留底 因为他帮贵公司 这次签证了 这四十万的新股票 对不对 但是呢 签证完了 是不是还给你 他就不记得你的股票 长什么样子 所以呢 他会叫你来 您交给贵公司 四十万股股票 交到签证银行的时候 同时 这四十万的正式股票 还会有样张 可能两到三张 样张 就是你们这一次 跟你们这次股票 一模一样的 他把它留底起来 原用 我上次也帮他们签 那他们上次的样张 长这样 这一次的样张长这样 他都会留下来 那以后你可能 会要在他签证的时候 他就去检查 看一下 你们以前的样张 长什么样子 你现在拿过来的股票 是不是跟以前 他签证的一样 样张是要留在 签证银行的 第二个 样张也是留在 股物人员的 你的那个桌上 那个透明 塑胶垫底下的 为什么 因为想想看你把四十万股票 拿到手上 然后呢 你可能通知股东 让股东领回去 那你就不知道 自己股票长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把一张样张 放在自己的 桌子底下 压在那个 透明塑胶垫底下 而知道说 我们公司的股票就长这样 如果有股东要来做过户转让买卖 他拿着股票要来 要来请我们做 后面 要盖张 然后呢 登陆在股东名册的时候 你要认得自己公司的股票 所以样张的目的也是这样 认得自己公司的股票 长什么样子 OK 这是样张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备用 备用股票 你想想看 我们印了40万的股票 正式股票给股东 对给贵公司 那贵公司是你发给股东 可是我们发给股东 我们只要一发出去 就会有一个问题在 股东可能就会把他弄破了 弄脏了 弄丢了 你昨天给他 他说不好意思 昨天骑摩托车 结果放包包就包包掉了 不见了 找不到 你给他的股票 没有了 或者是他放包包就回家之后 不小心丢到洗衣机里洗 烂烂的 那怎么办 你这时候你就要 要再 补新的股票给他 可是呢 你这时候你如果回头再去找印刷厂 像刚才我说的 你找印刷厂 他可以不可以帮你印 可以 可是这个单价就贵了 因为你这次只要补几张而已 对不对 然后你再印个五张八张 贵了 那如果与其这样 倒不如我们在交货的时候 我给你四十万股的正式股票 假设是四百张 假设是四百张 很可能 我们呢 会同时 他的号码 比如说他的号码是 113ND0001到00400 四百张 对不对 那同时我们会再帮你印 401 到430印30张 股票号码 就是113ND000401 到000430给你30张 备用股票 目的就是为了刚才弄破了弄张了弄丢了的时候 我可以补给你 因为你多印这三十张在这整次的 印刷费用里面可能不高 单价不高 对不对 可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印这三十张 当你要反过头来跟印刷厂说麻烦你帮我印三十张备用 因为他重新开板赛板 制作 重新开 那个 那个那个印刷机呀 那这些都是费用 所以那30张的单价就高了 所以备用股票的目的就是我们在每次交货的时候 每一次争执的时候都会多印几张 多印几张股票 目的就是为了说 如果有股东有需要说我们必须把他的 旧的拿回来 新的补给他 那这三 这三十张他有股票号码 他可能也有股数 你看他都是ND的嘛 所以他都有股数啊都是签股的 可是呢他不会有目前持有人 因为你还不知道谁会弄破弄脏弄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有 还有一个他没有签证 他不会盖章 因为所以他不是有盖证券 OK他就是为了 当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再送一次签证银行 他把它弄破了 5张给他 就他拿去他把它弄破了 那这时候拿着5张破破烂烂的股票回来 我们再拿5张 401到405 5张 送去签证银行 签证银行 对这是我们签的 他这5张破掉了 OK把剪掉 变成废纸 然后呢这新的5张 他在后面再盖章 401到405 还给公司 公司再请股东领走 对不对 那这个所以备用股票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签证 没有股东护号 那我们呢 要用的时候我们再用手写上去 然后呢再送去签证银行签证 他才会又变成有价证券 才可以拿给股东 这是备用股票的用处 所以我们一般印的时候我们会有三种 我们会有三种 再来缓刻股票 缓刻股票现在 还是有啦 还是有客户啦 是因为 当初的那个 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那时候就是鼓励公司 赚到了钱之后呢 增资增加公司的资本额 因为在民国87年那段时间 可能产业来说就是 很多公司的那个相对来说 资本额都不高 相对国际公司 资本额都不大高 那主管机关他会希望说我们尽量 让我们公司的 我们的那个中小企业 能够资本额变大体质 然后量体的变大 那这样会更有竞争力 或更稳固 那所以呢 他会要他会希望说公司呢 如果赚到的钱呢 就拿来做增资 就变成公司的股 股票让公司的资本额变多 那每个股东呢你领你这个获利呢 你这个盈余获利呢 你就是你领的呢就是领股票 那各位你知道你领的股票就要交税嘛 对不对那他又鼓励说 好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暂缓克 暂缓克你这个所得税 叫做缓克股票 那等到有一天你这个股票过户给别人了 那你再来克再克所得税 所以呢这会有所谓的缓克股票 那这边都会特别 特别的注记 那主管机关呢也会做 特别的那个 记录起来 有的特别记录起来 这些股票在 将来在 过户转让买卖的时候 他就会交两种税 一个是 千分之三的 正面交易税 一个是这个股票的 所得税 因为当初在 拿到这张股票的时候 他是缓克股票 所以他没有交所得税 暂时不用交所得税 等到 你转让 过户转让买卖的时候 他才要交所得税 所以这种缓克股票 我的客户里面大概还有 两到三成的公司有所谓的缓克股票 有所谓的缓克股票 OK好 那这是大概股票的一个样式 大概股票的样式 那这里呢我们再来说明一个部分 股票的正面 长这样对不对 呼号一号 股东王要签 那表示这张股票是我的 后面 就所谓的背书转让的位置 这里呢是签证 银行盖章的位置 所以 没有签过经过签证的股票 不是正式的有价证券 不是正式的有价证券 OK 那他签证的时候才算 然后这张股票的持有人 一开始呢就是当然就是一号股东 王要签 如果有一天我把它卖给二号股东 陈先生的时候 那么呢首先这里我要盖章 我是股东 出让人这里王要签盖章 买我这个股票的陈先生他盖章 然后这张股票 拿到公司来 公司 确� 这是王要签先生把某一张股票的股票号码 卖给另外一个人了 然后他们呢 有股票 有税单 有 国务申请书 双方都讲好了 那么我公司有这些相关的资料了 那公司呢就在第三个地方盖章 然后压下日期 当这个日期压下去之后 当这个章盖下去 压下去之后 这张股票 的持有人 就从正面的这个人 变成背后的这个目前持有人 最后这个受让人 表示这张股票以后是他的了 将来他要卖的时候 他就在下一个出让人这里盖章 买他股票的人呢在底下盖章 跑到公司来这里登录 公司确认好这个股权已经转让了 我们就把这个过户登录进去了 那股权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就变成第二个这个人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跟最近在做的 股东会的 最后过户日 停止过户期间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基本 在基本其实很多 有时候有些可能 在从事股务的人在这块也并不是那么清楚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要开股东会 我们是不是要邀请股东来 然后在 某一个时间地点来这个地方开会 然后要决议一些事情要做表决选举 那你要邀请谁你要邀请的是股东 那你要表决选举的时候跟他的股权有关系 那股东的股权有可能今天买卖 每天都在买卖转让 有可能每天都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所以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会是这一天的时候 比较6月30号 那么呢 卫工号发行公司 他就是他是6月30号 从6月1号到6月30号 这段时间就停止过户期间 然后呢我们要开股东会这天的股东名册用的是 5月31号那天的股东名册 也就是5月31号那天 让大家最后过户 过户完了之后用这天的股东名册 好明天开始这段时间 公司不过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买股东会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 你股票你可以转让买卖没问题 只是公司不帮你盖这颗章 没有办法我没时间 我们没有时间帮你盖这颗章 这是一个月之内 就是停止过户期间 然后等到股东会开完了之后 那你再把股票过来 我们再帮你盖章 那你才能够正式成为公司的股东 这是第一个观念对不对 第二个 很多公司到昨天还有两家公司 还在问这样子 还在做来电讯问 跟我确认这个观念 就是除息的问题 我们股东会里面 我们有决定 我们今年公司赚钱 我们要发现金鼓励 一股发两块钱 一股发两块钱 好 那股东会开完了之后 这是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要发两块钱 对不对 你要发两块钱的话 你要发给谁 谁发多谁发少 一样 发给股东 谁发多谁发少 跟他的股权有关系 那我们不是说 我们还是必须假设 股东股权每天都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吗 所以以除息来说 他也有一个停止过户期间 他停止过户期间的是 5天 比如说我们是 7月20号 7月20号要发股利 那可能是 20、19、18、17、16 16到20这段时间 就停止过户期间 15号那天的股东名策 我会准 所以刚才你看了 刚才我们在股东会期间 股东会停止过户期间 你很多做过户转让买卖的人 你都没有到公司来做登录 你到公司来做登录 公司也告诉你 现在停止过户期间 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登录在股东名策 可是呢 这时候等到股东会结束之后 你要赶快去过户 为什么要赶快登录在公司的股东名簿里面 那么7月20号那天发股利的时候 你才领得到啊 不然你领不到 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你虽然有买但是你没有去做过户的话 你没有 登录在股东名策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的有效是这样 他就 这其实是一种还换相扣的概念 就说你 虽然你们有过户转让 我已经把股票给你了 你把钱给我了 然后还缴税了什么 可是呢 你要登录在股东名策上面 你才能够 对抗公司 所以 开股东会 虽然决议一股 可以发两块钱 并不代表你就一定会 收到这一股两元的鼓励 因为万一你在 股东会之后你就马上把股票卖掉了 那么在那个 配股配息的时候名单就不是你了 可以领到这些钱的人就不是 为什么他会有自己的停止过户期间 停止过户日 最后的股东名策 他们会再再做一次 OK好 了解 所以股东会 配股 配息 都会有所谓的 停止过户期间跟最后过户日 他们的名单可能都不一定会一样 OK好 因为 最近很多客户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还在问 那所以这里我们再把这个 概念上再跟各位理清一下 那这里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今天把股票印出来了 我们增资40万股 400万元 40万股 然后增资 印好股票之后 你会把股票发给股东 那这时候就产生股东相关的管理了 股票相关的管理了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股票相关的管理 因为你印出来的 就像这种刚才最简单说的 他就有可能把他弄破了弄脏了弄丢啦 那这些呢就要管理那这些要怎么管理 要怎么处理 或者是还有一些状况 有没有临走啊 股票有没有临走 股票到底是印好了之后是放在公司 还是放在 股东那里 对不对 那这里有个零股票 你要去记录起来 然后 印好的股票里面正式股票 备用股票 备用股票我们要把它记录啊 因为涨的跟我们的股票一模一样 对不对 而且他有号码 他只是没有持有人 没有签证 所以他是我们公司的股票 所以我们要把他管理要把他要把他随时要盘点要弄清楚 哪些用掉了哪些没用掉 还剩多少 因为 像最近有另外一家公司 他们这一次呢 因为有比较大 量的股东的股权的异动 举例来说可能我们举例来说好了 比如说股东过世了 大股东 他过世了 那他就要把他的股票 给他的继承人 对不对 然后呢因为继承人呢 有可能他打算再把 拿到股票之后还要再转账给别人 对不对 那等于说举例来说大股东只有一张股票 100万股 为什么因为他当初 任我们公司的股票的时候他就拿了1000万元过来 给他放着 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一张100万股的股票 他也都没有在买卖转账 对不对那如果他过世了他是要分给 他继承人 那继承人 成为股东之后很可能会再卖给别人 他们都已经想好了 那这时候这个 大股东来说他这一张100万股 他就要把它 拆分成很多的 小股票 对不对才可以 过户 过户给他们他们在方面过户 结果后来在发生公司发生一个问题 备用的股票不够 好备用的股票不够 当然可能你就要在补印备用 在在请印刷厂帮你多印一张 因为刚才我们说比如印刷厂帮你印了 401到430印了30张 很可能以这个大股东来说他光这一次的 继承在过户之后30张根本就不够用 可能就要再多印一些备用股票 那像这些相关的管理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就是我们今天印的股票之后你就会有相关衍生的那些管理 OK好 那首先呢会有几种 几种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要对备用股票呢要做要做管理 要做记录 哪些用掉了哪些没用掉 还有多少张 那假如说股东呢要来做 弄破了弄张了弄丢了或者是刚才我说的 当然可能是因为 转让的问题他要把他的股票做拆分 那我们要随时知道说那我们的备用的股票 够不够 备用的股票够不够 那股票呢有没有领走 有可能啊因为你很可能印好之后40万股 40万股股票放在公司里面 然后通知股东来临 对不对那股东一直都没有空 所以股票很可能一直放在公司里面 或者是有些公司有些人会想到那个问题 而且为什么我们的股票 你发给股东的他会把他弄破了弄脏了弄丢了 因为你把股票发给股东 对不对 那每个人你拿今天我假设你就算 你今天买到了台积电的股票 刚买的时候你蛮兴奋的你看着台积电的股票 真好有一张 不知道多少钱 我忘记了几十万 对不对 看了很高兴 可是那你不会每天拿出来看啊 对不对 有一天你还是把他放在你的 保险柜里面 抽屉里面书桌前面什么 放着 对不对 那你只要发给股东 股东把它一放着 那么就会有弄破了弄脏了弄丢了这些 这些状况就 会发生 所以有的公司会怎么做 他们会跟股东 商量不然股票不要领走 放在公司里面 要过户转到买卖的时候 都来公司 来公司盖章 这是跟股东之间的私下的协议 当然股东公司这里会比较辛苦 要保管这些股票 可是你做了你保管这些股票之后 另外一个好处是 你避免了股票弄丢了这个问题 他股票不会弄丢 他不会把他弄破弄脏 对不对 所以要找股票的时候就很好找 这是好处 这是好处 所以每间公司在处理的时候不一定 有的公司会 在我所接触的客户里面 有些人他们会把他放在公司里面 做保管 跟股东做好协议 那股东要做转让买卖过后 就到公司来盖章就好 那股票还是在这里 这样比较不会弄破 弄脏弄丢 这个也是为了后面的好处 因为举例来说 假设说 我们后面 我们要做全面换票的话 如果公司因为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 公司改名字了 要把全部的旧股票收回来 要换成新股票 那你只要一发出去给股东 你就很难把他收回来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通知他们 他们可能找不到 对不对 那这很麻烦 那你如果一直都放在公司里面 你的问题就不大 你的问题就不大 因为都在 都在这里 所以有的公司现在会 prefer 这样做 只是说这样子 公司多了一个保管的责任 保 保管股票的责任 那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个 那这股票有没有领走 还是放在公司里面 我们会就做这个的记录 起来 那以税未税的股票呢 就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有缓课的股票 表示说 他还没有课所得税 那还没有课所得税的股票 也要特别记录起来 因为国税局也会问 也会查 国税局每年 也会跟公司 如果说贵公司有所谓的缓课股票的话 他也会有一个就是说 那你 报那个公司的股票 的时候 对不对 一年他会跟你至少要一次 叫做你去年有哪些缓课股票 已经转让买卖了 也就是他把他 那张股票从未税的身份变成已税 我们要做一张list 要做一张表给他 在股物里面叫做 盈与缓课过户清测 盈与缓课过户的名单 那通常是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整理出来的报表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做记录 我们才能够 整理出这张报表出来 OK好 再来一个就是股票挂丝 股票不见了 股票不见了 那我们就要把他 做记录 然后要补给他股票 股票做换发 换发就是比较我们接近的 所谓的口语一点的 就是合并 或者是分割 像刚才的把一百万股 变成很多张 要分割 对不对 那有可能你是一堆零零的 零零碎碎的 这个两百股 这个三百股 这个五百股 这三张加起来 刚好一千股 把这三张 变成一张一千股的 跟公司换 你不喜欢保管三千股 你想看到一张一千股的 叫合并 分割 或者是弄破了 弄脏了 这个都叫做换票 都叫做换发作业 OK 那还有一个叫做内控 内控 所谓的内控是说 我们呢 把这张股票特别做一个助记 打勾 让他呢 这个勾的目的呢 是为了就是说 让他如果万一他后面 如果这张股票要做转让买卖的时候 系统可以提醒我们 这张股票是内控 是内控状态 注意那这个内控又举一个例子来说好像公司法里面有规定 员工认股 可以限制转让两年 表示说我们这次公司做增资 然后呢我们呢 抽 我们公司总共要增资四百万 对不对 那中间呢 我们要抽四十万也就是四万股 给员工认股 让员工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然后员工有认的话 这四万股的股票 可以根据法令的规定 那我们可以 这四万股的股票 因为我们鼓励他成为股东 所以呢就不鼓励他 你拿到股票之后就把他卖掉 所以我们可以限制转让两年 法令上的规定是限制转让两年 意思就是说这两年的时间之内 这张股票不能过户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用内控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股股东上面的股票做助记打勾 那只要有这个打勾那么 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去过户的时候 要这张股票过户的系统就会自动提示你 所以对我们来说你在做管理的时候你可能你要做这方面的记录 哪些股票 是有内控 是有内控 那当然这个员工认股是一种状况 那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事像现在 有可能法院 或者是国税局会来含通知公司 说我们某某股东 因为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呢就要限制他的股票转让 比如说他有债务的问题呀 或什么的对不对 法院就会说这个股东他不能卖股票 股票交到那个国有财产局 或者是交法院 做拍卖要还债 什么的 那这些也是我们也会用内控的方式 把这些股票做注记起来 OK 那还有一种 比较少见的 就拿股票去借钱 拿股票去借钱 因为股票是有价证券 理论上他是一个财务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因为个人的 财务的问题 我缺钱 对不对 那我就拿我的台积电的股票跟你借 对不对 基本上台积电的股票 蛮有价值的 对不对 在市场上都可以查得到 那你就拿去借他 对公司来说 对公司来说 只要股东他们有做职权 他们有做职押 他们没跟公司讲公司 你一定不会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 哪个股东打算把股票拿去 跟谁借钱 你不会知道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股东真的拿着股票 去跟某一个单位 或者某一个个人 比如说跟中国信托好 借钱 他们那个单位的人 一定会来公司做 登记 为什么 因为他保 保护他的那个 他的债权 他会来公司登记说 你们某某股东把股票 职押在我这里 职押在我这里 因为 万一公司有比如说做在 职押的期间 比如说有发现金鼓励 发股票鼓励 比如说有 减资 对不对 减资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股票都收回来换新的 公司有改名字 是要把所有的股票 收回来都换新的 那这些 其实都有可能会 牵涉到那个借钱给股东的那个人的权益 所以我们就要把他记录起来 我们就要把他记录起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职权 那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的股票 在做这个 你今天印好了 发出去了 那这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管理的作业 OK好 那接下来因为这些管理的作业听起来 王先生这个也要记 那个也要记 记不起来 这么麻烦 好可以 那我用系统来demo给各位看 我们是怎么做记录的 我们的系统是怎么做记录的 各位 你可以去想想看说那你的部分 你要怎么做处理 这里 进入股系统里面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股东资料 上次我们的教育训练谈的股东资料 包括股东的基本资料 内部人啊 群组啊 一些相关的报告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股票 我们今天把股票 印出来了 发给各位股东了 发给各位股东了 那所以呢我们的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 股票领取的作业 哪一个股票 哪一天领了哪些股票 领了哪几张 来领哪几张股票 所以当然你有这个的话 必定的在我们的报表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股东 每一个股东目前手头上的股票的清单 像这里 报表作业我们就会有一个 持有股票清测 每一个股东手头上的股票的明细 这最基本的嘛 因为你 你把股票印出来了 你一定开始就有这张表 股东户号 户名股数 然后这张 的税别 这张是不是以税是不是未税 这张的资金的来源当初是怎么来的 然后 他的状态他已经领走了还是没有领走 这就是最减 最基本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会开始先从一个 股东持有的股票清单开始 那我们这就会 记录很清楚 每张股票号码的目前的持有人是谁 这是你的第1个第1个要做的那个统计表一定会有的 然后再来一个这些都是未领取啊 所以呢这些都是印好了这股东还没领走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股票领取的作业 股票领取的作业 那一样新增 哪一个股东 1号股东 然后呢 哪一天要来领 领多少股 对不对 领多少股 领5000股 5000股 好 那他的股票号码 他今天领5000股领的是哪5000股 我们就把股票号码领 我就领这个 1234 然后 5 我就领这个 股票号码 我这边 点选 他这边底下就帮我们列出来 就帮你列出来 然后有起7号的话 他就 这三张是连号的 后面这两张没有连号 所以他就帮我弄 OK的时候我们就 储存 来 储存 领走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看股东持有的股票清测 1号股东 他的持有的名系里面就会跟刚才有点不一样啦 那这些有的 已经领走的股票 这些是还没有领走的股票 OK这是股票领取的作业 领股票的时候 好 再来 你要处理的是 再来一个放弃缓 缓刻刚才我说过 缓刻就是缓刻股票就是未税的那个股票嘛 没有缴税的那种股票 那你如果这个股票你一开始没有缴所得税 将来呢你做过户转让买卖正义 的时候呢 你就要交所谓的 过户转让马上就有证交税 那如果正义的话可能正义税 遗产的话呢有遗产税 对不对 就有这些相关 可能要讲两笔税 两笔税包括 包括你本来遗产的时候就有遗产税 然后再还有包括这张股票的取得的那个 所得税 所以有些公司会做所谓的放弃缓刻 就是 股东 最常发生的就是那些 一开始他拿到他手上有很多 那个 没有交所得税的那些股票未税的缓刻的股票 那他怕以后万一他在转让买卖的时候 对不对 又要交正交税又要交这个所得 所以他怕自己的 税负负担太重 他可以 慢慢的把一些 缓刻中的股票未税的股票 把它 变成以税的股票 就是说什么 他就先缴这些所得税 所以这个呢在股物里面就是放弃缓刻 就把这张股票缓刻的身份放弃掉 那么呢一样他是一个申请书 一个申请书 哪些股东的股票要放弃缓刻 那也就是说股票他股东他就先把所得税先交了 他先交所得税 免得他后面万一他在做过户准的时候 他怕自己 一次要缴那么多税 辛苦 那就是现在有钱就慢慢的把这些缓刻股票的身份把它消掉 把这些变成 以税的股票 那么将来他在做转让买卖的时候 然后会比较轻松 通常这种就是那些老股东 他可能就是说他怕后面万一变成遗产税 那子女在处理的时候很辛苦 要交遗产税要交所得税 那可能就在他还可以处理自己的股票的时候 慢慢的把一个缓刻的身份把它消掉 就放弃缓刻 所以他也是一个申请书的格式 那一样我们就新增 哪一个股东 几号股东 然后底下就会列出来 他的缓刻 他的 目前是未税的股票的名气是哪几张 那你要打勾 就这几张 或者是全部 连续票号全部都把它变成 把全部的税都缴掉 像这样子 做完了之后储存 是这样申请书 所以这里有个放弃缓刻的作业 OK 好 再来这是 备用股票 就是我刚才说 我们这一次 贵公司增资400万 有40万股股票 对不对 印了30张的备用股票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 在备用股票作业这里 把备用股票登录起来 登记到电脑里面去 因为你把这里登记进去之后 我们的报表 就会有 股东的备用股票要清测 里面呢就可以印出来说 已经使用的备用股票 还是没有使用的备用股票 都可以做出报表出来的 那这样子 你有这个 未使用的股票清测 你才能够去盘点 盘点说我们还剩下多少的备用股票 还有哪几张 备用的股票 那所以首先第一个开始 我们就必须把 备用股票要建档 你要建档进去 我们才有报表出来 那所以这里呢 就可以建档进来 建档进来 我新增 我们今年增资 新增股票 来 30张嘛 我刚才不是说 113年的 N D 然后 我是 1234 4001 401 对 然后到 430 这30张 那这30张的话 后面这些呢就 就选被选 因为这个会在到时候 用的时候才可以再 选一次都可以 我把这些股票把它建档起来 至少输入 打完了之后我要按一个加号 这股票加进来 你有可能 你这次印的除了千股之外 可能还有不定额的 比如说 我们还有 10张不定额的 113 N X 然后 1234 5 6 6 然后呢到 1234 460 我们把 我们有 6 7 8 9 10 5张 5张的 那个不定额的股票 一样按一个加号 就进来 然后呢可以储存 他就把这些股票产生进去 那这样子后我们才会有 所谓的 未使用的备用股票清测啊 对不对 我们才会有这种备用的股票 像这里 ND401到ND43030张 然后NS456到4605张 就建档下去了 对不对 那这样才可以盘点 你才会弄清楚自己有多少备用的股票 OK 然后换发 挂施 职权这里 先讲内控 内控比较简单 就所谓的内控作业 比如说我们要把某一个股东的股票做助记 让他限制转让 或者是国税局有说 那个他不可以转让买卖什么的 那我们就做所谓的内控 那一样他的做法就是说那我们就新增 新增一张内控申请书 哪一个股东 比如说10号股东 这些都是我们虚拟的资料 这里没有任何的各自的问题 我们在demo这个都是 虚拟 然后呢 他这次什么时候要开始做内控 今天开始 内控结束 比如说两年后 但是呢 这个内控结束的这个时间 不会说 我们假设我们把它设一年后好了 一年后的4月2号 不会说真的到这天之后 系统就自动把这些股票把它解开 不会 把他的内控身份拿掉 系统不会自动这样做 不会 这些只是为了我们做记录而已 记录 起来说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内控 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呢但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勾 就说是否在结束当日就在这里4月2号 你在4月2号的时候如果你刚好4月2号那天你有进入系统里面来 系统就会提醒你你有一个 内控解除 那你可以去做内控解除的这个作业 把那个内控 的那个撤销掉 内控的助记撤销掉 OK 你可以用系统就是你打这个勾系统就会提醒你 你如果不打这个勾的话系统不会提醒你所以你得自己 想到要记得要去把这张内控的身份拿掉 然后呢 哪些股票要做内控 可以是单张的可以是连续的 比如说就这样 这8 8万1000股 我要做内控 储存起来 这就是 他的股票 那如果我们有做过户的话 系统就会提醒你 这个股票那么内控 或者是这个股票在内控中 挂私中 幻发中 职权中 都会可能会告诉你 他的状态没有解除之前 然后你不能够过户的 都会有 这些都会有 那这是当然去看报表你就会看到 10号股东 他就有这8 8万1000股后面就会写内控 表示说这些股票被做注记 内控 内控撤销好 4月2号 两年后的4月2号 你就是进来一样新增 哪一个股东 然后 他要做内控撤销 拿几张股票做撤销 那因为 我们刚才 所以他这里就只有8万1000股而已 可以做内控撤销 因为这8万1000股 有 撤销 有 内控注记 OK 好 单张的股票 好 OK 那就是内控 作业跟内控撤销 撤销的作业 所以我们自己在你自己在做管理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要弄清楚哪些股票 不一定所有的股票 都内控 然后对单一个股东来说 单一个股东来说 因为他有可能他 他这一次他又是原股东 他又是员工 原来的股东那块他认股 他那是没有限制转让 没有办法限制 员工认股这块是可以限制的 那所以这个内控的是 摆票号的 不是摆全部的 OK 你自己在做管理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状况 再来一个 挂施跟换发 挂施 股票掉了 股票掉了 股票掉了的话 在实际的股务的作业里面 当股东说他的股票掉了 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 给他备用的股票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说他掉了的时候有一种状况是 我们不确定啊 也不是我们看到的啊 也不是我们拿的 对不对 所以股票股东说他股票掉了 不一定 我们就我们不能够说马上就 你掉了几张五千股 我马上拿五千股给你 不行 我们得要有一个一定的程序 一定的法令的程序 比较严格一点的程序 确认好之后 然后再把 准备好的五千股的股票给他 因为 万一他卖给别人呢 那就那个人还没有来控 过户 那我们呢他就跑到来说他股票掉了 我们又补给他五千股 他又可以再去卖给另外一个人 那就 伤脑筋了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根据公开发行公司 股务处理准则他是有个程序的 比如第一个他现在 先到他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然后来公司公司会开给他一张证明 就等于说告诉我们说他掉了五千股 然后我们说好 你有报案证明 你有拿你去 派出所报案的 然后呢我们开给你一张说你有来告诉我们说你掉了股票 我们有一张 登明书给你 你呢 这个股东的拿着这张的到 法院 到公司所在地的法院 做公式催告 就是贴一张公告 告诉大家说 某某人说他掉了原有资讯股份 原先公司的股票 股票号码几号到几号 有没有人捡到 有没有人是合法取得的 跟法院说 就贴那张公告 公式催告 公式催告 一定的时间半年左右 都没有人有意见 真的掉了不见了 那这时候他才可以拿 带到法院去申请 除权判决书 跟法官说麻烦你 确认 给我一张判决书说 我真的掉了这些股票 我也找过了 也问过了 没有人找到 有了这张除权判决书之后 拿来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才能够拿着除权判决书 准备好的五张备用的股票 送到签证银行去 签证银行帮你盖这五张 这就是公开发行公司的程序 还有个 规定的程序 OK 如果贵公司不是公开发行公司 你可以不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序再走 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序再走 可是你要按照什么程序 按照贵公司的签证银行 因为你想想刚才我说的程序 他股东 做公式催告 拿了除权判决书给公司 公司要准备好五张备用股票给他 可是五张备用股票没有签证 对不对 所以他就必须拿着除权判决书跟那个 我们就必须帮他 把除权判决书跟五张备用股票送到签证银行去 签证银行看到OK好你说你掉了 然后法院也给你这样判决了 你真的拥有这五千股 你掉了而且真的拥有五千股的权利 他才可以盖这五千股 OK 签证银行这里会卡 会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你如果不是费用 你如果不是公开发行公司 那么到最后也是一样因为到最后你要签证那个备用股票 你就要送签证 那银行也会怕 也会怕你把股票 送给人家把股票卖掉了 结果你就又跑来说不见 所以银行一定会要有一个程序他看到什么 他才可以帮你盖这五千股 那我们这时候就是 所以如果贵公司是 未公开发行公司 就是去问贵公司的签证银行 股东股票掉了需要股东怎么办你 就可能每家银行不一定一样 有什么不同 那就按照这个银行的规范我们来做 我们这五张 备用股票才能够被签证出来 那一样 这个 我们现在股东股票掉了 我们要做一个 申请 哪个股东 5号股东 然后呢 他什么时候说他股票掉了 他来登记的那天 比如说 就今天 4月 4月3号 这掉了多少 掉了五千股 好 那底下 这股东没有股票吗 那底下怎么是空的 还是未领取的关系我看一下 1号股东 5号 好 OK 1号股东 好 把他股票都列出来了 对不对 那掉了哪几张 掉了哪几张 就刚好 让他领走那五张他全部都把他搞丢了 让他领走那五张他都把他搞丢了 然后就把他登记下来 储存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列印 印什么呢 印刚才有说我们就可以给他一张 某某股东说他掉了股票 的声明 然后他可以拿着这个到法院 做 那个 做公式吹告 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 表示他已经跟公司说了 我们公司也开了证明给他 这五张股票本来真的是他的 他现在说他找不到 就这个意思 OK 我们可以做出来 接下来 如果等到他公式吹告什么相关程序做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从备用股票里面 去找 我有哪些备用的股票 股票号码 我们刚才不是产生的 一些备用股票 我们就从那些备用股票里面 选进来 给他用 给他给这个股东 在备用签证 然后签证取回 我们 举例来 这个备用签证就是说 半年之后他拿着除权判决书 假设说这我们是公开发行公司 半年之后他拿着除权判决书来给我们 我们就把这张申请书叫出来 把备用股票把它放进去 把它打进去 然后 送签证银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日期就是 送签证银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哪一天 然后股票号码是哪几张 股票号码是哪几张 OK 我们的备用股票号码是哪几张 送签证 然后 中期签证之后 签好之后签证银行把股票送回来 把股票送回给公司 那我们一样把这张申请书叫出来 把签证银行的日期 送回来的日期打进去 第三个日期 所以第三个日期是我们送去签证 签证把它寄回来的时间 我们把一样把这张申请书叫出来 把这个日期打进去 最后一个股东什么时候把股票领走了的日期 打进去 他这个程序 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四个时间点 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 一个挂司 一个股票不见了 再补给他新股票的过程 不会是一天之内搞定 你看他跟我们说他不见了 我们要跑证明啊什么 贴公告啊一大堆的 处理完了之后呢 我们给他备用股票 备用股票签好再寄回来寄过去 所以通常时间会很长 所以他是一张申请书呢 有好几个时间点 有好几个时间点 那所以我们根据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把这个日期打进去 他的概念是这样的 第1个申请 他说他的股票掉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第1个日期押进去的时候是 他 不见了 说他不见 备用股票 然后 等到第2个日期 备用签证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已经把新的股票 准备好 而且送去签证银行了 就是第2个日期发生了 第3个日期是 这些备用股票 已经 从前面上送回来在公司了 第4个日期是股东已经领走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只要看到这个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 已经这张申请书的日期已经到哪一天了 我们就知道目前的股票 目前的进度做到哪里 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时候 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你只要押到日期就好 所以一定是等到这个日期被押进去的时候 在电脑里面 新的备用股票才会跑到股东的身上去 才会变成股东的股票 因为股东要领走了 他才能转让买卖嘛 对不对 股东要领走股票 他才能转让买卖 那所以一定是这个日期进去了 股票才会到股东持有的股票清测里面 备用股票 然后他才可以转让买卖 相关的作业才会做完 这是所谓挂施 再来一个 换发 股东要换股票 股东 股票把它合并 分割 弄破了 弄脏了 这个在系统里面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都叫做换 反正就是说他有一堆 给他股票 结果呢 他把那旧的股票拿回来 然后呢 让我们帮他换成新的股票 OK 那他在电脑的作业上面 他其实跟挂施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因为他没有 他不必去做那个除权判决 因为 挂施是因为他没有旧股票 现在是有 他有旧股票给我们 破了脏了 或者只是小面额的 大面额的 都没关系 就是旧股票就是有在手上 我们有在手上 对不对 我们就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 一样他说他要来换 那我们把备用股票里面找出五张来 都OK了之后 名字什么写上去了 拿给签证银行 签证银行旧的结缴 新的盖章 再还给公司 对不对 那股东呢 再通知股东来把新股票领走 所以他的这些程序在电脑作业上面 跟挂施很相似 跟挂施很相似 只是时间点 可能时间拉长跟 短而已 所以他一样他有四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说他 要来做换票 我们呢 把备用股票什么时候送去做签证 签证股票什么时候拿回来了 然后股东什么时候临走 所以他的操作程序啊 跟跟 刚才我们做的 挂施是一样的 只是可能发生的时间的比较密集而已 在短时间之内比较密集 OK 所以这个是换发 在做换票的时候 合并或分割 下一个是叫做职权 股东拿股票去借钱 那这里呢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借钱给我们公司的 股东的那个人 他不一定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啊 所以呢我们呢 得要为他建立一个档案 我们要记录他的 为什么我们可能要跟他联络 要跟他通知 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我今天比如说我拿 我拿手机好了 我拿我这个手机 去跟 银行借钱好了 好那 那 你这只手机 价值2000块 借你800块 对不对 那我就把 手机压在他那里 他借我800块 那等到我有一天有钱了 对不对 我就拿着我的800块再加上利息 拿去给银行 银行就把股票 就把手机还给我 就没事了 对不对 可是呢今天你如果拿股票去 我哪有台积电的股票 10张台积电的股票拿去跟银行借钱 会有个问题是 这个股票会升股票 这个股票会升股利 对不对 好这个股票有可能会 不变 贬值 甚至于这个股票可能会作废 比如说公司改名字 台积电 换名字 换成什么东西 换成什么东西不知道 那这股票 旧的股票就没有用了 那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特别把这个 职权人 帮他建立一个档案 那个他的 电话 这些记录 要把他记录下来 特别为他建立一个档案 然后这时候呢 才能够去做职权 这股票做职押 股票做职押 那这个职押的时候 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你是股东 我是台积电的股东 我把台积电的股票拿去借钱 我会跟台积电说吗 我不会跟台积电说 为什么那是我的事情啊 我干嘛告诉台积电说 我把你们股票拿去借钱 那谁会跟台积电说 我跟中国信托借钱 中国信托会去跟台积电说 为什么 因为中国信托要保障他自己的权益 所以来做登记的 通常都是那个职权人 通常就是那个职权人 OK 那他就把 我们那样我们做一个新增 哪一个股东要做股票去职押 职权 我们要做新增 这是新增啊 对 职权人 刚刚我没有建立一个职权人的资料 我应该先建立好一个职权人的资料 来 我们新增好 职权人的编号 比如说 LN 001 然后呢 刚好 这个职权人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省key很多资料 就这样 这样做 他都没有call过来 他应该把他call过来的 好 这格式一定是错的 不行 没关系 格式错就错了 然后呢 联络地 假设好随便打 我跟正好打错了 用筒编 还是一个公司 假设就是一个筒编 法人 好 我们把职权人有一个记录下 要LN002 这是我要做职权申请 新增一张 那么这里呢就会有一个 LN 002 好他 OK 申请说要职压的 然后总共职压 要职压 4000 4000 4000 好 出职人哪一个股东 要做股票的职压 好 比如说 一号股东 还是一号股东 每次都是他 那他哪些股票做职压 号码就选进来 就把这些股票做职压 他现在不能选的原因是因为他目前所有的股票都是未领取 都是未领取 没有领走都要在公司里面 那你在公司里面的话你拿不出去啊 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那个那个那个单位 他拿不到你的股票的 所以通常是 已经领取的股票 他才可以 才可以拿去做职压 才可以拿去做 做做处理 这些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股票都没有领 刚才全部都是未领取所以我现在选不到 如果我都做领取的话就可以选得到 ok 这个呢就所谓的做职压 做完了之后就把它储存起来 那比方这张 这些股票就会在 股票清测里面 后面就会写职权职权 职权中 这些股票被职压中 ok那职权撤销呢就是 股票 我拿去借钱的股票 完了 那可以 股东呢就可以把这个 职权的状态把它撤销掉 那我们这里做撤销那一样 他也是 哪一个股东 的股票做撤销那撤销哪几张 因为他可能他这一次拿了50张去做 职压可能他先领回30张回来 还了部分的欠款 所以他可能领回 所以呢 在职压这个 解除职压这一样是 白票号的 那职权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股东虽然手头上有很多股票 可他很可能他只拿 提供一些去做职压而已 不是全部 所以这边都是白票号的 就是跟股票号码有关的 ok 好 那所以呢这就是一般我们的 那个股票的那个 管理的作业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里 今天只要你把股票交付给股东 我们就碰到会碰到一个 股票有没有领走 股票有没有缴税了 然后股票有没有内控 有没有做 做特别的注记 还有我们所有的备用股票 有没有把它登录起来 已经用的股票 没有用的 备用股票 已经用的备用股票 然后股票很可能弄破了 弄脏了 有可能弄丢了 那这就相关的 股票的作业 这边就会有 那所以呢 当然在 你现在你会发现 哇 印了股票之后这个相关管理的这些事情好像还蛮多的 对不对 好像还蛮多的 所以有些公司就会像我刚才那个建议 他们就会把那个股票做 所谓的 公司集中保管放在公司里面跟股东达成一个协议 这样子至少在挂丝跟换票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 会比较轻松一点 省的 这个 发生这些事情 OK 好 那股物的操作呢 我们这边那刚才看到的一些报表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股东持有的股票清测 备用股票已经没有已经领的没有领的 然后这些相关的汇总的表也会有 相关汇总的表也会有 OK好 大概的说明到这里 帮我们填写要问卷 OK好 只要购买是否就是股东 不是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只要跟你们公司 我只要买的股票 跟你们股东买的股票之后 就是你们公司的股东的 不是 所谓的不是就是我说过 第一个 你跟他买的股票你也拿到他的股票了 可是你要 跑到公司去做登录 你要登录在公司的股东名册里面 你才可以对抗公司 公司法165条的规定 意思就是说 你虽然拿到这个公司的股票 但是呢 你没有登录在他的股东名册里面 你不算他的公司的股东 那一年列入股东名册的时间才一次而已 这什么意思 一年列入股东名册的时间也才一次而已 为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最后买进日期前 我理论上就说 比如说你要领股利的时候有一个最后过户日 或者股东会有一个最后过户日 初选有个最后过户日是不是 你只要在这个日期之前你买进 到公司去做登录了 你就到公司去做登记 帮你把股票后面盖了脏了 那你这中间只要你不卖 你都一直是这间公司的股东 例如12月前购入 我想到一个大家一直在问的那个问题 那顺便跟我说一下 各位你发现 有的公司会觉得 哇 印股票 然后股票管理 这么麻烦的 王先生你刚才列出来那一堆 对不对 又有领取又有内控又有挂师换发 直接设定什么 我们公司不要印股票 可不可以 我们公司不要印股票 可不可以 无实体 大家都有讲这个无实体吗 好 无实体的话 我们把无实体 再说一次说明给他 首先第一个 公司要做无实体 就我们公司不要印股票 首先第一个是 在我们的公司章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公司 要发行股票 不发行股票 如果我们在公司章程里面 说我们公司不发行股票 那你就完全没有股票的管理的问题了 你只有股权管理的问题 你还是有股东 有这个股东 每一个股东有多少股权 你要管理 他今天股权变多股权变少 可是呢你就没有那个股票的困扰 不过呢 当我们用股权管理的时候 有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股东在做转账买卖的时候 他要他就不交证交税了 不交千分之三的证交税 他要交财产交易所得 意思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 他这个股权当初我这一万股 拿到的时候 一股用15块钱拿到的 我花了15万拿到这一万股 那如果我把这一万股 卖给 林小姐 林小姐能用 30万帮我买 25万好了 用25万把我买走 表示我是不是赚了10万块 那么我 报我个人中和所得税的时候 我就要告诉国税局说 我有 财产交易所得 10万 财产交易所得10万 你如果不发行股票那么呢 你们就用股权交易 那你缴税的方式不一样 好 那你要发行股票 我们公司的章程里面 我们公司有发行股票 那所以呢你理论上你就有股票了 可是呢 这时候 那就要印对不对 可是其实这时候还是可以不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司把股票 我们公司的股物 有把资料交给集中保管股份线公司 像现在的上市贵公司啊 台积电 鸿海 联电 中刚 对不对 他们 转账买卖都在那个 都在那个 都在那个 在券商 软体里面销售啊 对不对 在耗子里面买卖啊 他也没有真的拿股票去盖来盖去盖来盖去 对 那他们呢就是所谓的无实体了 因为他们公司的章程里面是有发行股票 可是因为他们已经新贵上贵上市了 他们把这些资料也交到 集中保管股份线公司去了 所以呢 他们就不用印股票 他们就真正的无实体 所以你有发行股票 理论上你要印 除非你要做上 上市上贵 新贵 你才你要交给那个 古代公司 古代理公司 由古代理公司 跟集保公司 签约 然后集保公司 记录这些资料 才可以 无实体 OK 才可以真的就是 就是真的无实体 不然的话 理论上你有发行股票 你就要印股票 你就要印股票 因为股东可能会跟你要 对不对 股东要转账买卖的时候 他就要有一张 有价证券要盖章的 你就要有这个管理的问题 OK好 那那个这位的您说 例如12月前购入 5月才开股东会 4月15号 最后买进 最后才会公布股东名则 如果3月卖出 12月到3月期间算不算股东 其实你算股东 你算股东 是股东 但是因为这三个月 这12月到3月之间 如果公司没有像股东会 配股或配息的时候 你就算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你就算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对不对 其实你也没什么 特别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权益呢 有 如果你的股数很大 够大 超过 公司的总发行股数的3% 你可以用你这个股东的身份 要求董事会 召开 股东临时会 因为你有这个身份 你有这个股东的身份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 OK 那或者是你的持股数更多一点 比如说是 10% 超过10% 那你算是主要股东 那公司还得帮你申报 要公告的 要公告那个 公司负责人及主要股东的那个股权的 名单里面要有你的 这些事 所以呢 理论上 你算是股东的 而且现在很多都看不到交易 对没有啊 对啊 所以现在我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就是台积电的股票好了 你在去年的 你在去年的12月你买了一张台积电的股票 对不对 那 其实这中间你是股东啊 你是股东啊 可是 这中间没有任何你展示你股东权益的那个机会 没有 因为没有开股东会 没有配股或配息 但是你这时候你是股东 为什么你你也有一个权利是 卖掉你这1000股的股权 对不对 OK 好 所以是否购买股票就是股东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说 你这个问题 因为 问的 比较深 那我们可以把它更解释清楚 就说 如果呢 你是在那种 你买卖的是 券商 在券商里面买卖的 或者你的电子下单 你买的是上贵上市的股票的话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你下单了 然后两天之后你呢 拿到你的钱没问题了 T加2之后 钱没有问题进去了 那 你就是股东了 你就是股东了 好 然后这笔记录 这笔记录他就会 这笔交易的记录他就会送到吉保公司去 刚才我说的那个 吉保公司 吉保公司就记录在他的资料库里面了 所以他就知道你已经是台积电的股票了 股东了 你已经台积电的股东了 如果你一直都没买 没有转账买卖 你就是一直受试 然后呢 等到台积电要开股东会的时候 台积电会跟 吉保要股东名册 你就在那个股东名单里面了 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一次的股东会 是这个他们是没有实体股票 那如果有实体股票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要盖章的那个程序是要做的 要盖章的那个程序是要做的 OK好 那大家可以编 想要想一下问题 那我这边报告一下 接下去的教育训练的预告 5月2号我们也有一个工作方式 做股东会功能的系统的操作说明 那这个话就是说其实已经快要到了5月 快要到了那个股东会的期间 那帮大家复习一下功能怎么 那个系统怎么操作 那另外5月7号我们跟青创学院合作 就是股东会召开的事务作业重点 那这个的话因为其实是他们邀请我们来当讲师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这个是有学费的 那大家详细情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 详细的周科内容 好那日常作业还有一堂课5月8号股权资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大家想上的话 麻烦大家报名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是5月10号的申报作业 刚要先有讲这一次的那个申报 我们这边也会群发就是课程讯息 我们发的内容主要就是课程讯息 那通常也很少发什么样子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资讯 那就是说如果说加入我们的LINE 就会这一时间收到我们开课的资讯 好谢谢 然后说明一下那个 清创的那个课 因为我们 因为我现在很多课都在线上 那其实线上有时候就那个互动的那个效果 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所以在清创的那个实体的课程里面 我会有比较多的实际演练 实际的练习 实际上去做 比如说去做那个 开会通知做schedule 或者是说 做报道 做表决 做选举 到底怎么统计 怎么计算 那个部分 会有实际上的做演练的那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对整个股东会的召开 更详细的 而且那个一次是三个小时 所以时间上比较充裕一点 我会 东西上面基本上面会更 更完整 那如果各位想要 自己去处理 真的自己去处理一次股东会的话 我觉得那个演练的那个过程 是蛮有效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那个上课地点是在台北市和平西路那边 详细的话 我们之后也会发那个 LINE 就是有也会透过LINE群发相关的 资料 对那目前正在招审当中 对那边 对那边 老 Judaism 那边 都会搞 实际上